这是周星驰唯一一次希望快点拍完的电影 也是他今生最大的遗憾 2013年西游想摩片刚上映时 人们还在用以前看周星驰电影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 所以当时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看懂 这部电影虽然披着贺岁片的外衣 可它其实是20年后周星驰写给初恋罗慧娟的旷世情书 1987年的一部《盖世豪侠》 让两人正式发展成为一对恋人 最终罗慧娟于1990年向周星驰提议结婚 而周星驰左右权衡之下为了事业的发展 最后给卢慧娟回了三个字 在这之后没多久两人便宣布分手 而后周星驰的事业越来越红 虽然陆续有过几段恋情却都没有结果 直到这时周星驰才明白 他的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过卢慧娟 后来2010年卢慧娟被查出患有癌症 周星驰在得知消息后 火急火燎地写下了西游想摩片的剧本 从大话西游中的爱你一万年 到如今西游想摩片中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8年过去了 星爷的爱情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与病魔斗争了两年后 45岁的罗慧娟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终也没有看到周星驰这封迟到的情书